还麻烦各位老板们不要要求我做别的事情 什么唱歌跳舞 那真的是难以止玩 真的是太惨了 难道你要帮我麦克那个导演 得到我钞票吗 大哥行了 行了 五六岁的时候演戏对戏对表演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但慢慢的长大了之后 包括很多前辈也就知道我之后 我才渐渐的对这个表演这个世界有了认知 那逐渐的也是喜欢上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就特别累的时候 你想说啊我干完这票我就不干了 但实际也就你知道就跟就跟 每个人都会有嘛就特别累的时候 不过真的表演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对乐此不疲 对于我来说 我拍的每一部戏和经历的任何事情 在我看来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那童馨出道的话 我认为是优势 对我认为是优势 我觉得我怎么说呢 我从小在剧宿里呆着 我更看到了老一辈们是怎么去工作的 那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对于一个演员非常重要的信念和根基 给我的 怎么这么酸啊 所以给你吃 全能嘛 我没有我没有全能 对其实我一点都不全能 我我我个人觉得就是 因为你知道吧 老师有人会要求我去唱歌跳舞什么的 我说哇 我说这真的是真的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外 就我就演戏就好了 就是还麻烦各位老板们 不要要求我做别的事情 什么唱歌跳舞 哦那真的是能力之外 真的是太太太惨了 对 第一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